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6月14号 俄罗斯联邦会议 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倡议 由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尼、巴西 墨西哥、伊朗、土耳其等八个国家 组建一个新的八国集团 一方面,抗衡美国所领导的七国集团 另一方面 新的八国集团将更具有代表性 更能够代表全球国家的利益 更好地面对全球各种议题 这绝对是一个劲爆的消息 新的八国集团跟原来的G7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优势吗? 可行性又有多高? 上个世纪 美国所领导的G7 Group of Seven 号称是复国集团 这是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 七个国家所组成的 成员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 与日本 日本是唯一的亚洲国家 第一 这七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 都是已开发国家 第二 之前的中文名称是 七大工业国组织 因为之前 这七个国家都是工业发达的国家 虽然其中一些国家的制造业已经走了下坡 并且高度依赖金融等服务业 比如说美国与英国 七国集团成立之初 是为了要讨论和协调 国际上的重大经济问题 以及政治上的问题 不过2008年 由美国的次贷危机 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七国集团的影响力下降了 再加上拜登上任之后 七国集团成为打击中国与俄罗斯的组织 距离所谓的解决全球的经济与政治问题 相去甚远 甚至于完全不相干 这两年 七国集团变成了一个小集团 一个台外的小集团 那么 俄罗斯所提议的新八国集团 能够成功吗? 能够发挥影响力吗? 首先 八国集团的GDP 还是不能够与G7相比 我们随便做一个对 新八国集团中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中国与印度 中国加印度的GDP 比不上G7中的美国加日本的GDP 但是,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 情况大不相同 根据世界银行 World Bank 2020年的数据 以购买力来计算的排名是 中国第一 美国第二 印度第三 日本第四 中印两国的GDP相加起来是34万亿美元 每日两国相加是26万亿美元 差距还不小 就算是俄罗斯 也从民意GDP的1.5万亿美元 跳升为4.1万亿美元 所以,新八国集团的GDP 其实是低估的 这就是为什么 俄罗斯杜马主席这么有底气的原因 但是,G7国家的科技水平 还是高于新八国集团 这是G7的亮点 巨凡核心技术 专利权等 G7都强过新八国集团 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能够对中国芯片封锁的原因 但是,新八国集团的中国 具备完整的产业链 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类别 这是在工业上 新八国集团具有优势的地方 话谁如此 仍然不能够抵消G7在科技上的优势 还需要再归些年日 才能够与G7的科技优势抗衡 新八国集团 还有什么优势呢? 有人说潜力 但是,一说到潜力 那就表示现在不如人家 对吧? 不过,这也并非表示 没有希望制衡G7 或是在未来超越G7的影响力 首先,刚刚说的 新八国集团的GDP是低估的 按照购买力计算 新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 超过G7国家2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这因为美国与欧盟的货币高估了 美元与欧元站在世界金融体系的顶端 掌握全球的金融支付与结算 可以说是占尽了便宜 美元与欧元凭借着信用货币的优势 可以轻易地购买资源国家的天然资源 农产品与粮食 又可以轻松地购买生产国家的劳力 所制造出来的产品 简单说,就是美元加欧元 站在金字塔的顶层 站在资源国家的资源 与生产国的劳力顶上消费 尽情的消费,致意的消费 不过,俄罗斯 金属,铁矿砂,稀土等都有 既然俄罗斯可以让资源国的汇率 重新定价 那么,新八国集团被低估的汇率 就有可能会翻升 新八国集团 只要能够打破G7集团 对信用货币的垄断 就有可能翻升上来 与G7分享全球金融与经济的权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新八国集团的人口总数众多 大约是38亿人口 占了全球一半的左右 这样说来 新八国集团比G7更具有代表性 八个国家分布在亚洲 欧洲、非洲与拉美 不像G7国家 集中在欧洲、北美与东亚的日本 而且 G7国家都是在北半球 不要说南半球国家 就连一个赤道附近的国家也没有 新八国集团 几乎都有上亿的人口 土耳其与伊朗的人口 他们是最少的两个国家 也都有八千多万的人口 这些都是具备经济增长潜力的国家 不过 这也只是代表性高 有潜力而已 全球政治是讲实力的 只有靠实力说话 否则 没有人理会 但是 从区域的代表性来看 新八国集团 的确能够在全球占一席之地 如果成功建立的话 中国是亚洲地区第一大经济体 巴西是南美洲第一大国 墨西哥是拉美大国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 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 印尼是东南亚国家第一大经济体 印度在南亚次大陆是第一大国 也是全球人口总数第二大的国家 这些国家都相当具有代表性 也具备了经济发展的潜力 问题来了 G7已经行之多年 而且各成员国与美国都有军事安全条约 都是美国的盟国 因此 G7的凝聚率比较高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也是因为如此 G7集团缺乏代表性 因为 这都是以开发国家 为他们讲话 一些区域性的大国 未必会服气 因为好处都给G7集团占了 美元与欧元统治的世界 在美元与欧元的压制下 这些区域性的大国 难以伸展影响力 新八国集团中的每一个国家 都是有报复的 其中还不乏历史上的大国 就算是现在 也都是一方的豪杰 他们都希望 参与世界权力的核心 不可能长期听命于G7 长期对G7俯首称臣 这会是新八国集团成立的动力 就看后续的发展 对于促进新八国集团的成立 俄罗斯将设立专门的部门来推动 希望在年底的时候成立 有了俄罗斯立抗美国与欧洲的楷模 在各大国之间纵横百合 加上中国的实力 以及印度的潜力 全球一个新的集团力量 俨然成形 其实 俄罗斯之前也是G7的成员 1998年 俄罗斯正式加入G7 G7成了八国集团 只是2014年 因为克里米亚公投独立 然后又加入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被美国与欧洲制裁 因而被踢出了八国集团 八国集团还是回到了G7的结构 如今 俄罗斯成为新八国集团的推手 挑战抗衡G7 这就是历史 历史变化无常 也经常出现讽刺的情形 我们做一番整理和总结 以现今G7的成员结构来看 G7已经不具备代表性了 全球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繁多 不可能只是照顾G7的利益 照顾已开发国家的利益 听从G7的安排 事实上 这30年来 也没听说G7解决了什么问题 另外 G7的经济实力也不如以往 只有美国还是保持相对的经济增长 其他国家的经济都是增长乏力 日本这30年来 几乎是零增长 虽然 1999年 二十国集团成立 G20成立了 由于G7仍然在G20里头 G7成员一起 集中说话的力量 还是超过了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因此 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集团 作为平衡 尤其是 G7已经成为美国与北约的发声筒 等于是北约集团的延伸 一方面 无法代表其他广大国家的利益 二方面 由于凝聚力太强 变成了一个小圈子 搞小团体 实在需要有另一股力量 这是第一点 我们是从需要性来看 第二点 从可行性来看 有些人不看好 我倒是不觉得 因为新八国集团不是军事组织 也不是什么自由贸易协定 不需要长久的谈判 协商 而是一个权力的媒介 一个平台 对这些国家是有吸引力的 新八国集团中的俄罗斯 中国、巴西与印度 已经是金砖四国的主干 每年举行领导人峰会 新八国集团 可以看成是金砖四国的扩充延伸 还是有基础的 但是 有一个缺点 针对性强 对抗性也强 有两个原因 第一 新八国集团由俄罗斯出头推动 但是现阶段 俄罗斯就是G7集团的针对目标 是美国与欧洲严厉制裁的对象 一些国家 比如说印度 巴西 墨西哥等 未必愿意在这个时候冒出头来 领着与美国作对的风险 加入新八国集团 第二 同样的理由 对抗性太强 一些国家可能会担心被美国制裁 不过 距离年底还有一段时间 一切都有可能 另外 也不及于一时 我们刚刚才分析的 新八国集团有其需要性 以及代表性 今年不成 明年可以尝试 明年不成 还有后年大后年 只要G7的排他性强 就有新八国集团的空间 但是 最终还是要看北京的支持程度 目前 北京没有明显的表态 新八国集团 必须要由中俄两国一起推动 才比较有可能 刚刚说的这两点 是针对可行性而言 其实 俄罗斯还可以更开放一点 比如说 俄罗斯可以公开欢迎一些欧洲国家加入 比如说 西班牙 西班牙会加入吗? 可能性低 因为西班牙也是北约的成员国 这是一个态度 一个表态 表现出新八国集团的开放性 和包容性 第三点 新八国集团的成立缩帖 可以放在全球经济合作 与金融改革上 无论如何 去美元化已经成为风潮了 当大家看到 美国与欧洲是如何制裁俄罗斯的 都会心生警惕 明里暗里都会走去美元化 强调这两点 然后降低对抗性 这样 自然提高成立的可行性 第四点 新八国集团的确是有其卖点 可以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声 为他们讲话 要知道 新八国集团里头 没有一个国家是已开发国家 这就足够了 新八国集团 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吸引力 可以代表他们在国际上发出声音 第五点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在全球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尤其是随着中国经贸实力的增长 全球又面临着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计划比以前更受欢迎 新八国集团 都是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沿线国家 不论是路上丝绸之路 还是海上丝绸之路 如果新八国集团成立 在国际上 肯定会有支持者 也会有力量 到时候 一带一路计划 会产生几个延伸的力量 比如说 新八国集团 上海合作组织 RCEP 以及原有的金砖四国 或是金砖五国等 另外 中国在非洲也具有影响力 非洲国家也都可以进入 一带一路计划 而新八国集团可以为他们发声说话 再过来就是OPEC PLUS组织了 同样都是发展中国家 加上俄罗斯也是OPEC PLUS的成员 新八国集团可以作为平衡的力量 做OPEC PLUS的后盾 这时候 全球真的是进入了权力多元化的世界 也就是多极世界 以军事安全组织来说 有北约集团与吉安组织 以经济圈来说 有欧盟、RCEP、美加莫自由贸易协定 CPTPP等 再加上OPEC PLUS 以全球权力的领导机构来看 有G7还有新八国集团 世界权力也将因此趋近于平衡 有人可能会说 这样的话会加剧全球的对抗 这就要看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了 从另一个观点来看 权力平衡代表了竞争 有竞争就代表了权力不容易腐化 因为权力的集中最容易走向腐化 而腐化的一方、僵化的一方 很容易被淘汰 这就是竞争的好处 某大国以前 不是常常把竞争挂在嘴边吗? 说要开放市场 自由的市场 自由竞争 因为竞争才会有进步 竞争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那就充分的竞争吧 最后 新八国集团如果成立 这标志着 世界将进入多极化的世界 美国霸权也将因此被虚弱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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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